又被骂了 杨子工作室因灾难性化妆和服装选择面临粉丝反击 在最近一次为《城环传》进行的宣传活动中 演员杨子再次成为争议焦点 然而 这一次 引起批评的不是他的表演 而是由他的工作室爱特工作室安排的化妆和服装选择 粉丝们怀着期待迎接杨子在活动中的出现 但却感到失望和愤怒 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微博 充斥着针对爱特工作室的愤怒评论 谴责他们的造型决定 杨子的发际线明显改变 涂上了厚厚的黑线 并且编成了凌乱的辫子 化妆看起来过时且不搭配 未能突出他的特点 此外 他选择的服装宽松的衬衫 宽松的裤子和不时髦的鞋子 组合也受到了粉丝们的严厉批评 许多粉丝表达了他们的失望 强调说杨子固有的魅力和优雅 没有在工作室的造型选择中体现出来 他们认为 在成环传中扮演的角色需要 更加精致和优雅的外表 而这一次完全被忽视了 加剧了这一情况的是粉丝们的感觉 他们的反馈一直被爱特工作室忽视 尽管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官方渠道上 收到了大量投诉 但工作室似乎未能听取杨子粉丝群体的偏好 导致支持者感到幻灭 网民们纷纷在各种在线论坛上 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称爱特工作室在娱乐行业中拥有最糟糕的品位和审美观 他们质疑为什么像杨子这样的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在关键的宣传活动中仍然受到了刺激的造型选择的束缚 评论分支踏来 有些人将不合身的裤子比作不合格的抱歉前男友 建议将其彻底抛弃 其他人则为错过了展示杨子美丽和才华的机会 而惋惜强调了将宣传努力与女演员的形象和角色相一致的重要性 随着反击的持续加剧 爱特工作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必须解决粉丝提出的问题 并采取积极的步骤改进他们的造型策略 这一事件提醒人们 粉丝社区在塑造名人及其相关品牌的公众形象方面拥有重要影响力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 爱特工作室是否会听取反馈 并努力在他们的造型选择和杨子忠实粉丝群的期望之间取得更好的协调 随着围绕杨子造型选择的争议 继续在社交媒体上回荡 鼓励粉丝们分享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和偏好 讨论超越了单纯的批评 演变成集体呼吁在名人出场和观众期望之间更加一致 我们敦促观众就杨子的合适造型发表意见 强调真实性和与他在荧幕上的角色产生共鸣的重要性 通过积极听取粉丝的反馈 杨子和他的工作室都有机会与观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并确保未来的宣传工作反映女演员及其角色的本质 从无戏可拍到一天20个采访 肖战的人生观态通透 有耿问答了解他 肖战从默默无闻到成为明星的旅程 证明了他的任性、真实性以及坚持守护自己价值观的决心 从一无所有到每天接受20次采访的转变 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但真正闪耀的是肖战对生活的透明看法 以及对真实的坚定承诺 在名人文化领域 形象经过精心打造 公众人物常常变得夸张 肖战的真实性令人耳目一新 在被问及被强迫结婚后 被认为是好人的回答中 他展现了深度和自省 他不仅仅接受表面上的标签 而是深入探讨了他的个性 以及与他人的互动的细微之处 肖战坚称在他的交往中没有灰色地带 这表明了他明确的目标和维护关系和谐的愿望 他不愿打破舒适的氛围反映了 他对周围人情感的敏感 以及在荧幕内外营造积极环境的承诺 此外 肖战不愿被贴上好老人的标签 凸显了他对感知复杂性的理解 以及对表面判断的局限性 通过拒绝标签 他肯定了自己定义自我的权利 并拒绝受制于社会期望或刻板印象 肖战的与众不同之处 不仅在于他的才华或日益增长的名声 而在于他在自我修养方面的成熟 尽管名人的聚光灯伴随着名望 他仍然保持着脚踏实地和忠于自己原则的态度 他的谦逊在他成功之后 仍然坚持以肖战称呼 自己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拒绝让成功改变自己的态度 证明了他的真实性 并提醒人们真正的满足 来自于保持与自己根源的联系 在一个名利场常常导致 个人牺牲价值观的世界里 肖战的坚持是鼓舞人心的 他成为了一个在行业中 优先考虑实质 而不是形象的完整性的标志 通过忠于自己 他不仅为粉丝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而且培养了在娱乐界中 越来越少见的真实感 肖战对保持独立和真实性的承诺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哲学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长久的战略方法 通过保持真实 他确保自己的成功建立在 与观众的真实连接的坚实基础上 而不是短暂的趋势或表面的流行 总之 肖战的旅程提醒人们 真正的成功不是通过外部荣誉 或认可来衡量 而是通过一个人生活的完整性 他的透明 谦逊和对自我修养的承诺 为所有渴望以优雅和真实 面对名利世界的人们提供了灵感 肖战的旅程不仅仅是个人胜利的故事 也是娱乐行业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一种反应 在一个时代 名人文化往往更注重轰动效应 而不是实质性的时代 肖战以其真实性和诚信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愿意以优雅和诚实的方式 面对尴尬的问题 这让他与众不同 与其逃避困难话题或屈服于保持无瑕形象的压力 肖战选择脆弱 作为与观众深层连接的手段 即使面对审查 他也愿意保持透明 这种透明性越来越少见于娱乐界 但他培养了一种信任和真实感 此外 肖战坚持保持独立和个性 对于经常迫使名人符合某种模式的行业来说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表态 通过拒绝被外部标签 或期望所定义 他赋予他人接纳自己独特性 并坚定信念的力量 除了他的个人哲学外 肖战对名声的态度 也对他的职业发展轨迹 产生战略性的影响 在一个以善变著称的行业中 他对真实性的承诺 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 使他受到不同人群观众的喜爱 通过建立与粉丝之间 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价值观的真诚联系 他确保在娱乐界 有一个可持续和持久的存在 此外 肖战在自我修养方面的成熟 不仅限于与媒体的互动 还包括他对待表演艺术的态度 作为一个演员 他不断寻求挑战自己艺术上的角色 并推动自己能力的边界 这种对成长和自我提升的执着 不仅提高了他作品的质量 还展示了他对完善自己公益 和作为一个艺术家不断进步的承诺 在一个常常将名声等同于肤浅和过渡的世界里 肖战的故事提醒着人们保持真实的重要性 他对生活的透明看法 对真实性的不懈承诺 以及对自我修养的奉献 体现了诚信和任性原则的重要性 这对于以优雅和尊严 面对名声复杂性至关重要 随着肖战继续航行在 娱乐行业不断变化的舞台上 有一件事是不变的 他对自己真实的承诺 在一个真实性 常常在名利的祭坛上 被牺牲的世界里 肖战对生活的透明看法是希望的象征 也是一个提醒 真正的成功是保持对自己真实的坚持 优优独播剧场